历史上的和珅竟是颜值和才能担当,乾隆的暗语只有和珅才能懂。 说起和珅,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都是王刚老师的样子,电视剧《铁齿同牙记小兰》的热播,使和珅的形象深入人心,贪婪,聪明又可爱,而现实中的和珅又是怎样的? 干蒙死后,嘉庆皇帝登基,和珅不足半月便被三尺白铃四死,是什么原因造成和珅的死亡? 和珅是清王朝最出名的大臣,被后人称为天下第一贪官,那么和珅到底多有钱? 有人做过这样一项统计,评出过去一千年世界上最有钱的五十位富翁,中国就占了六位,其中和珅便是最有名的一位。 民间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宫中有一个碧玉盘子,干蒙甚是喜欢,一天,干蒙了妻儿子永从,玩法师不小心将盘子打碎了。 他十分害怕,便找自己的弟弟十一阿哥永兴想办法,永兴带永从找到和珅,向他说明了情况。 和珅听后未难道,盘子十分珍贵,自己也没有办法。 两位阿哥再三哀求和珅,他答应并嘱咐两位阿哥明日到摔碎盘子的地方等他。 第二日,两位阿哥来到后发现和珅已经到了,手中拿着一个一模一样的碧玉盘子,但比永从摔碎的那只要打,阿哥们打听后才知道,特地进贡的礼品都要先送到和珅处挑选,剩下的才会入宫。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很快就被推翻,但是通过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却可以知道和珅的家产不仅数量多,品质也十分高,他是个十足的富翁。 除了富有,和珅也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他之所以能够在干容皇帝面前获得如此高的地位,与他的聪明自然是分不开的。 一日早朝过后,干容将和珅留了下来,同时留下的还有新上任的皇帝家庆,和珅行礼后,一旁的家庆皇帝,发现干容双目紧闭,口中在默念着什么,家庆仔细听却也心不明白,念了一会,干容突然睁开眼,大喊一声,那人是谁? 正当家庆不知所措的时候,和珅赶紧抬头说,高天德,狗闻名,干容听完后点了点头,没有作声,继续闭眼默念,不久起身离开了。 事后家庆私下召见和珅,问他那日干容,究竟做了些什么? 和珅应答道,太上皇念的咒语是西律的一种魔咒,他在此处念,他所厌恶的人即使在千里之外,也会发病而死或遇上很奇特的祸患。 我听到太上皇念了这种魔咒,便猜测他所讨厌的人,便是白脸叫己异的两位首领,所以当他问及,我便回答了他们的名字。 这件事恰恰反映了和珅的聪明才能,不仅见多识广,对国家大使了如指掌,并且对干容皇帝的喜好十分了解,因此才能够对达如流。 而虽然和珅在干容,面前如鱼得水,可这件事确实的嘉庆帝心存借地,一方面郁闷自己对父亲的了解竟不如一个大臣,另一方面也担心若是和珅也熟悉这个魔咒,用来诅咒自己该如何,因此按下决心除掉和珅。 而真正对和珅的权力造成威胁的并不是电视剧中看到的纪晓兰和刘雍,而是首席军机大臣阿贵,军机大臣董告则嘉庆皇帝的老师朱规。 朱规学父母车,文采斐然,十分受嘉庆敬重,干容也很重视他,嘉庆元年,干容想要调朱规,担任协办大学是建立部上书,嘉庆听后写了许多诗,对自己的老师表示祝贺,甚至专门挑出两首好诗准备寄给朱规。 这件事被和珅指导后,他跑去干容处,状告嘉庆皇帝讨好老师,这原本是件在正常不过的事情,可爱于嘉庆皇帝的身边,这就显得不合章法,干容听后便叫来军机大臣董告,问他的意见。 军机大臣董告十分为难,只好用一句,圣主巫过言,胡弄过去,却也被干容以没有好好辅导教育,嘉庆皇帝唯由批评了一番,朱规也被贬了官。 就这样,和珅得罪了许多人,其中便包括嘉庆皇帝,干容死后,和珅没了依靠,自然也很难保住性命的。